8月20号 郑爽戴口罩抵达厦门机场 米奇嫌少尽的《狂野豹文装》出现 屈膝 郑爽原本预定了前两日的航班 遗音腰伤复发 才在上海多做停留 由郑爽洋洋主演的《青春奇迹爱情偶像剧》 微微一笑很清晨即将甜蜜开播 郑爽坦言一开始接到 《卑微微》这个角色压力非常大 还曾一度暴瘦到只剩70斤 幸好如今身材一略有恢复 她希望这个角色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对于男主角杨阳 两人此前曾在《综艺》节目有过合作 此番连妹出演 郑爽更加深了对杨阳的了解 和她拍戏真的很舒服 她不会拿着清调来演 微微一笑很清晨开播日争逢郑爽的生日 而郑爽仍忙于工作 她说生日热望就是希望家人平平安安 微微一笑很清晨收拾长红 而对于自己的感情生活 她直白地承认男神就是戏中的消奈 但也认为这不过是小女生的花痴情节 像肖奈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 大家不要等着天上掉下一个完美男神给你 现实一点 不过毕竟女生嘛 表面的道理大家都明白 但心里还是渴望